台湾爆出了幼儿园虐待遗云 多名家长出面指控幼儿园教师 不仅暴力地对待孩子 更是把小孩关进了黑暗的房间 捆绑他们的双手 让孩子来学狗的样子吃饭等等的恶行 这不仅导致孩子身上出现了淤青 更疑似产生了心理阴影 当地的教育局已经展开调查 而被指控的幼儿园则是透露 两名教师已遭到解雇 壁路电视画面拍到老师走向一名男童 下一秒直接往下摔 导致孩子头部撞到椅子 这一幕让家长看了好心疼 八名家长今天在议员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控诉台中污日某家幼儿园的孩子 一次遭到老师以八大酷刑 包括捆绑双手 嘴巴贴胶带 用领骨敲头等等 甚至还会把小孩关进黑暗的小房间 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中 孩子提到学校有小黑屋 老师会把他们关进去 关掉电灯 吓唬我的孩子 说里面有魔鬼怪物 并且不止一名孩童指出 老师会带他们去小黑屋 然后孩子偶尔回家都会发现身上有瘀青啊 不仅如此 家长更指控有人疑似威胁小孩 回家后不可以向家长乱讲话 结果孩子受到不当对待后 回家还要故作坚强 心灵受到很大伤害 揭发事件的议员透露 之前就有家长调阅壁录电视后 发现不当情况 没想到幼儿园却只是将涉案的老师解职 并没有向当局通报涉嫌包庇 是中班 中班在学生回家之后 也有反映学校的老师 有大力推投的情况 那在7月2号的这个案件呢 其实他有家长去调阅监视器 那确实有录到老师出手推学生 那但是呢 这个案件却没有通报主管机关 而是该师解职 然后就结束了这个案件 初步确认受害的至少有六名幼童 如今家长除了通报教育局 也已经报警处理 虽然被指控的幼儿园 透过脸书贴文 强调两名涉案的老师都已经离职 且案件进入调查阶段 因此不愿多做回应 台中教育局则宣布成立专案小组 并扩大调查范围 绝对不会保闭 接着 ? 对 ? 对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